第九百三十三集 哎呀 子凌现在才高二 学习根部上有什么打紧的 不是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吗 又不是来不及了 梁秀卿很清楚云元峰的为人 如果云子凌考上三等大学 他肯定不会让他继续读 如果不能读大学 将来别说京都的上流圈子挤不进去 他想要高架 但是文凭这个最基本的条件 他就拿不出手 更别说其他的了 而且 有云西这个三门星注意在前 别人听见的 知道的 也就只有他 就算云子凌再努力 别人也会拿来跟云西相比较 一比较下来 高低立宪 他们又怎么还会注意到 云子凌的光芒 所以 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能让死丫头踩在子凌头上 他们子凌没有的东西 他一个撒门星也休想 乡下回来的土豹子 还做着什么出国留学的美梦 真要出去回来了 尾巴还不得翘到天上去了 妈你读书少 不会没有听说过 根基不稳 风一吹就倒 云子凌的基础没有打好 就剩下一年的时间 哼 你想要让他上天吗 你以为你就很了不起吗 啊 我跟你爸不同意你出国 你还不得乖乖留在国内 云西挑挑眉 戏谑得勾勒勾唇 他妈这话笑唬不了他 很明显 如今的梁秀琴 已经没有了说这句话的资格 因为主动权在余元峰手里 果不其然 他刚说完 云元峰就不客气地怼了他一脸 云西的事啊 轮不到你做主 云子凌要是也能考出云西这样的成绩 三科状元 他要出国 我就算勒紧裤带 也会供他读的 你别以为我不许开家长会 就不清楚云子凌什么成绩 我还是那句话 考不上一等大学 休想让我花钱给他买学位 你对云子凌这么有自信 你有本事 那你自己搞定 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女儿 她不会浪费时间 浪费金钱投资 她虽然不是商人 可回报率高低 她还是能分清楚的 三个女儿 也就云西有出息一点 成绩出众 跟四大家族的关系也都不错 云子凌要是有她一半出色 就好了 梁秀琴脑子不清楚 她可不傻 云西啊 这事啊 爸做主 你不用管你妈说什么 云远峰毫不客气地 当着梁秀琴的面打她脸 梁秀琴气得脸一阵青 一阵白 可偏偏她现在没钱没权 根本做不了主 爸 我还试不出国了 进大也不错 军国第一的大学 我选的是医学专业 医学专业毕业了 还能进军总院 接触的都是军区的首长 以后认识的人也会更多 就算留学回来 这些人脉 以后也还是要慢慢积累的 那倒不如现在就留在国内 不过 云远峰见她欲言又止 又听她提及军区总院的前途 她的人脉 将来对她的仕途 必然也会有助益 她要留在国内 云远峰自然也同意 哦 不过什么 不过 如果学医的话 可能会有很长的时间 在学校实验室 估计不能经常回家 爸给我出国留学的钱 帮我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吧 我想学着独立一点 她要是直接开口说要租房子 梁秀琴说不定还不会介意 可偏偏 云西故意强调了一句 把出国留学的钱点了出来 这租房子就成了 出国留学不成最后的妥协 就算妥协 她也还是要把属于她的东西 换个方式争取回来 幸好 不过你 用心的帽子 我做了一句话 我做了一句话 我做了一句话